说到生姜头斯科尔斯,可能有一些球迷对这个人陌生他的名气远远跟不上他的实力,但是我们熟知的中场大师们都对曼联的生姜头赞不绝口其达面说,毫无疑问他是与我同时带着最伟大的对手。哈维说,他是我的典范是这15到20年来我见过最好的中场球员。 梅西说,在拉玛西亚只有一个英国球员的名字,会被提起就是斯科尔斯,伊涅斯塔则一直将与斯科尔斯交换球衣,视为自己的一大心愿。 斯科尔斯是一名攻击群前卫攻击手段极为多样,既能够在球进攻又能够自击传出致命的好球。 最可怕的是斯科尔斯后插闪进攻的能力,在将球分给队友后他能够鬼内般插入禁区抢到最好的攻击点完成致命打击。 说,斯科尔斯是最全面的中场大师门友人,会反驳鲜逊逼掉的生姜头斯科尔斯从小看起来外形就很瘦弱单薄加上一头金色的头发因此得了萝卜头,生姜头的外号,他和足球最初结缘,是父母希望他通过足球强健身体步入中学时。 在11岁的斯科尔斯加入了二海,母竞技俱乐部在这里他曾一个赛季攻入70个进球1991年,斯科尔斯加入曼联勋训1992年斯科尔斯和大卫队克汉姆,瑞恩吉格斯等队友一起帮助曼联青年队,夺得了青年组总碑的冠军曼联92班旅的。 这一批人绝对是那个时期足缠的黄金一代,与队友万人与小贝相比斯科尔斯不接受,采访曝光帅非常低在媒体的相机面前多待一秒钟,足以令斯科尔斯害羞,以这个甚至,当时英国媒体流传这样的段子,骂连训练结束后一个人夸着自己的UV出来向镜头微笑打招呼,然后嫁法拉利离开那,是贝克汉姆另一个人拎着超市送的购物袋,从侧门悄悄地开着奥迪A4,离开那是斯科尔斯随便问一个人, 对于斯科尔斯的印象,我想回答,里面都肯定会有低调,内向,勉强,摄爱足球,这样的自演好在低调和沉默,丝毫不会掩饰斯科尔斯,的才华法国中场大师奇达妹是最早注意到斯科尔斯的人之一,奇达妹曾在多个场合,要达过对斯科尔斯的欣赏现在,想来为和奇达妹退役后转行当教练,也是世界局的原来天生具备会演食材的能力一。 而一座城在福格森的自转中曾写道,我永远都会剧的保罗斯科尔斯道队的第一篇,福格森那时候说自己觉得这个瘦,弱的小男孩在马连不会有任何机会,这在之后成了俱乐部,一个经典的笑话。 斯科尔斯的博,乐是曼联的亲信学院总监埃里克哈里森,也是这个倒脾气老头一手打到了92班,在埃里克眼中斯科尔斯是难得一见的天才他也敏锐,发现了生姜头被身材劣势膜,掉了自信。 为此埃里克曾单独给斯科尔斯开小道,尤其是陪他一遍一遍的看看托纳的,就像指导他如何护球,如何观察场上形势,如何避免身体接触,如何寻找空当后面的骨,是大家是这般的熟悉生姜头一步步,成为奥侯模的绝对核心荣率。 也接踵而来1998年9月,9赛季曼联实现了三冠王,韦列斯科尔斯在联赛中出场,31次打进6球,欧冠出场10次打进4球,组总监6次出场,打进一球随后的1999-200,连赛季斯科尔斯各项赛事出场45次打进12球,尤其是在当赛季燕涛第30轮曼联4比0机,败布拉德福德的比赛中斯科尔斯,打进了一粒经典的神仙球,一脚爆射破门,既经自作当然斯科尔斯, 虽然一向低调成文奇系一上来,也是借到飞起2001-2002在近曼连罕见的次大街空,英超第12轮曼联克场一到三部于利物普普格森没有让福克尔斯首发结果在两天,后和阿芬娜的联赛杯生姜头没有去伦敦,自己返回了曼特斯特,最后曼联0比赛大败这次,罢费一度让生姜头的红魔生涯岌岌可危,好在,他其实任耸道倩传其得以延续边峰和, 道别斯科尔斯曾遭遇过一场差点毁掉职业生涯的伤病,演技失去中场核心的曼联队中,只拿下了一座联赛杯聊以自卫,好在休养了半年2006,07赛季斯科尔斯用联赛冠军先告回归时光,是最无情的杀手2008,到0-9赛季,年龄和伤,硬影响下的伸姜头,不再是曼联绝队主力, 2009-10赛季,当斯科尔斯在联赛第35轮绝杀曼城时并肩而战,多年的老伙计加里内维尔走向斯科尔斯线上申请一吻,大家心里都知道告别的日子不会太久,这之后冯魔再次与巴萨决,让欧冠之巅而为大家记住的是福格森看抖的双手,以及巴萨令人振奋的庆祝这场比赛才有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梅西,哈维,伊涅斯塔,佩德罗和布斯克斯五名巴萨巨星,争相与斯科尔斯交换球衣,每次看球的赛季, 每个人都知道琪,达妹,每个祈求的人都知道斯科尔斯,大师眼中的大师,这是最深江头的族坛的,为最好的定义深江头的生活叙事生活里的斯科尔斯,完美的诠释了怎么做个好男人,1999年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结婚,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多年以来斯科尔斯从未与任何桃子风波有染,关于斯科尔斯在绝业四川里有过这么一段叙事,话说曼联队内训练,内维尔三级,跑到训练场外方便一个族, 球直接飞过来打中,他的腿部内围尔头,都没谁直接开曼,保罗萨克,据说那个距离在曼联只有斯科尔斯能百分百命中目标